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幹嘛 今天要坐牢啊 禮拜三坐牢日 以前學都聽主播啊 現在都聽主播啊 我哪有在啊啊的 你現在人咧啦 聽說主將多了一個風谷奴隸 你說我哪有風谷 阿爺先驗一下貨 先丟給阿爺一下 看一下效果怎麼樣 現在有在健身嗎 沒有啦 五十肩要見個馬 你看過哪個健身房的 他媽有五十肩的 你知道我 你知道我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最後 就是我那個時候 就是我們那時候也去打羽毛球嘛 然後打羽毛球的時候有的時候 這樣子扣球的時候 手會痛你知道嗎 然後以為是什麼肌肉拉傷之類的 就休息一段時間 然後休息一段時間之後去健身房 就是他有個那個推肩的你知道 就是這樣子然後往上舉你知道嗎 幹那個 一往上推喔 手一舉直 直接那個好像 你知道很像抽筋你知道嗎 就這邊突然 咻一下這樣 喔幹痛到 手快舉不起來 我那時候就知道 情況不對勁了 新莊西蒙絲受傷養三年 沒錯阿 我就是新莊 我是屍原路本西蒙絲 主播 我瓜瓜樂中一千五百元 怎麼用 靠腰 你真的有在玩瓜瓜樂嗎 瓜瓜樂 當然是中一千五繼續凹阿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去瓜瓜樂店 就一句話 從來不帶錢走好不好 本來刮一張兩百的 現在就是老闆說 升級一張五百 然後通常就是 一毛錢都沒有 然後滾出去 然後出門的時候就開始說 幹 剛剛應該贏 贏一千五的時候 就離開了 你沒有做上訴的動作 就代表你可以退出 瓜瓜樂圈了好不好 哈哈 沉迷瓜瓜樂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睡完覺 一早起來就來這裡刮 哈哈哈哈 這裡 輸來就偷電瓶重來 這主語好像不錯耶 我就刮到一千多 然後刮到沒中 然後就他媽的 偷電瓶重來 瓜瓜樂就是要這樣凹的 你都賭第一張了 沒道理不凹的 你要就像我一樣對不對 當個數學家 啊瓜瓜樂 期望值只有六成 黑店 絕對不去 我跟你講我會去瓜瓜樂店 除了過年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去過 就是過年有那個應景 我老婆手很癢 就陪他去刮一下 其他時間我從來不去 你知道嗎 我去賭球版 水錢大不了啦 球版10% 我去買運彩 水錢20% 靠邀我去買他媽的瓜瓜樂 水錢40% 抽四成水錢超多耶 超級多耶 幹一本保底六成呢 期望值只有0.6耶 不是啦 你要玩 不是我說你要找樂趣 你要找樂趣 你不如去旁邊電腦 媽的買BingoBingo BingoBingo的期望值搞不好比瓜瓜樂高 我是沒有去算過BingoBingo的期望值啊 不是為了刮冰室嗎 好了啦 現在誰冰室去找瓜瓜樂刮 媽的直接去隔壁春行 信貸全額貸 馬上就可以領一台回家了 我爸媽每次路過瓜瓜樂店 都在想買幾張瓜瓜樂 結果都沒中在那裡靠杯 得正啊 你知道數學 數學為什麼是大家都要學的 數學為什麼是科學字母 你知道嗎 因為呢他可以透過 一個有邏輯的推導 得到一個沒有人翻得了的結論啦 我現在就跟你講啊 我推導給你看啊 水錢抽你四成 阿媽你去就是賠錢啊 你一進去買了第一張 就開始賠錢了 我以前是智障啊 你知道嗎 我以前大概玩了四五年的瓜瓜樂 就是刮到那個很無聊你知道嗎 就是一刮開看到什麼英文字母 大概知道有沒有中 後來就是知道自己是個智障啊 基本上各種賭我都有設列 你知道嗎 我就跟你講啊 球版我玩過嘛 運彩我買過嘛 瓜瓜樂我也玩過嘛 不是玩過 是沉迷過 我就問你嘛 你進去一家運彩店 譬如說那個台灣彩券 我問你 你映入眼簾的是什麼 你會看到什麼大樂透啊 或者是什麼BingoBingo 到處擺滿滿嗎 不會你看到什麼擺滿滿 就是瓜瓜樂擺滿滿 樣式又多 然後那邊燈光又亮 你看你去簽那個大樂透 或者是什麼BingoBingo 或者是你去簽運彩的時候 旁邊都髒得要死啊 就他那個盒子 放了幾張券嘛 旁邊都是又是什麼 鉛筆灰啊 又是什麼 橡皮擦屑 然後還有那個瓜瓜樂 瓜勝的那個 那個銀粉還是什麼的 就髒得要死你知道嗎 整間運彩店這個地方是乾淨的 就他媽瓜瓜樂的玻璃上面 就是叫你去買瓜瓜樂 傻子 學死你們這些盤子 欸豆子哥陌生人說 他每一期樂透都會買 瓜瓜樂也會買 買的就是個翻身機會 好了啦 死甲粉在那邊裝什麼啊 錢不夠多他拿去買啊 好了 以前每一期樂透都買的 那是我老爸 我老爸說他就拿50 他就只買一張 然後拿50塊 然後就把號碼背下來 然後去對獎 就練習那個記憶力 花50塊防止老年痴呆 瓜瓜樂沉迷的時候 一個禮拜買多少錢 我不知道 反正 我不知道就看一個禮拜去幾次啊 反正進去一次就是兩千啊 就是進去 開始買 兩百一張 兩百刮到兩千 今天就結束就出去了 反正一定要刮到正兩千那一張為止 然後呢有的時候是什麼你知道嗎 已經買了 已經買了十張已經付兩千了 就走了 我還有止损點 我還有止损點 瓜瓜樂是贊助弱勢 好了啦 那你不如直接把錢拿去發好不好 你直接他媽去訂50個便當發給遊民 好不好 那麼愛做善事 可以了啦 找個藉口做善事 可惜是什麼啊 叫你捐錢的時候 你有在捐喔 你就去問那些買瓜瓜樂的 有幾個會定時捐錢 捐給什麼流浪狗協會 捐給那個什麼 兔子協會 捐給他媽的遊民之家 有幾個會捐 零啦 愛賭就是把他找到一堆藉口 哎呀 是贊助弱勢 贊助弱智啊 台灣有快打旋風 我們的議員有去支持過 好了啦 又在那邊摔摔臭臭的五珍寶 人家當過立委了 還在議員 拜託你好不好 先去找邱冠宗聊個天 還好邱冠宗現在不在 不然找出來湊你 3Q 你知道為什麼他歪號叫3Q嗎 店員每次都會跟他說3Q啊 因為他一直去媽的 那個遊藝場送錢 我是店員我也跟他講3Q啊 講久了他就以為自己真的叫3Q啦 3Q柏 3Q柏 台東有人吃蝸牛肉中S了 進口蝸牛 不可能吧 我看那些 我看那些高級法餐的蝸牛 應該都是 應該都是有檢驗的啦 法式熱文 法式熱文的那個 那個螺是哪個螺 上面有顆小豆子的螺是不是 吸的會噴水的螺 好 好了啦主教 現在誰越做越好 看看新的iPhone16 加個照相按鈕就說自己大創新 加個按鈕就說自己大創新 加個按鈕就大創新那怎麼了 不是啊 加個按鈕不是大創新 怎麼一堆的買單 對不對 那肯定就是 銷量證明一切啊對不對 啊 是不是大創新 就看他賣的好不好啊 他賣的好就是大創新 現在誰啊 在用iPhone 早就用華為搖搖領先了 欸屁啦 誰會用華為啊 幹華為那隻 華為那隻什麼三折疊 聽說他8萬多台幣欸 瘋了真的 一台華為手機 可以買兩台iPhone 我瘋了才買華為手機 不是啊 你要叫人家 你要叫人家愛國 至少 至少 至少價錢上要人 讓人家愛得下去吧 靠北 媽的 比蘋果貴兩倍 欸我都白癡 我都在買蘋果的啊 假如主播被關了 可以保外就醫嗎 當然可以啊 你看我的手 看我的手 蛤 所以我的觀眾都是死人是不是 看完就走了 敵地大師 國動招惟行 分析報告 蛤 靠 我的是不是都機器人 也不按讚 也不評論一種 按個讚都不會 難道是因為QD拍帥哥嗎 點讚數7%欸 我還沒人都動到我點讚 那你今天就說 我幫你評價 哼 都機器人喔